專家 thumbs 他換的時候應該也會入充 對不對 你說什麼 換的時候 對 你如果鎖定同一個視窗的話 你要看一下 你看一下 因為它... 我不確定 要不然你可以選那個share screen 選全螢幕 就會你螢幕總切都全部會被螢幕 沒關係這個後影片我在之後如果有機會的話再寄給大家 那今天的話先介紹一下 就是我在上面的題目上面是想說要做圖圖的骰子 那主要是介紹Hidden Markov的一些歷史 然後應用還有可能說Hidden Markov的一些原理 為什麼要介紹歷史呢 其實應該在講這個Hidden Markov Model之前要講很多東西 比如說Bash Network、EM、Messimata、Payhood 可是佳琪似乎直接跳過這幾階段 所以叫做Hidden Markov Model 所以它就說大家在這個地方之前的話 比較沒有這一些相關的一些知識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時候我先講一下講說 為什麼會有Markov Model 然後有了Markov Model以後大家為什麼要去解Hidden Markov 這樣的一個問題 然後最後會講說Hidden Markov Model裡面一個 比較常用的一個Algorithm 叫做Vertity的一個Algorithm 會知道它怎麼去應用 它要應用在什麼地方 最後會講到說主要的一些應用 還有就是我們會實際去run過一個R的一個程式 我們可以去看講說到底如何用R 或者是用Python 怎麼去解那個Peter Markov的問題 那為什麼用Python呢 因為個人比較會Python 比較不會R 那我是David Cho 目前認知於趨勢科技 那今天第一次跟大家講這個主題 那首先講說Markov Model 講說Markov Model 大概一定很好講說 每次都講Markov Chain Markov Chain 那到底誰是Markov 後來我真的去找到圖上 我說Markov呢 其實叫做Andre Markov 他主要是一個19世紀的一個人 那他那時候去 應該算是隨機理論的一個 創始的一個原始之一 那他最主要的時候呢 一開始呢 是拿這些隨機理論 所謂的Markov Chain 他主要是去計算 就是說我們在一般一些 俄文的一些語言中 一些文字上的一些 字母上的一些排序 那為什麼去做一些這些字母 一些排序呢 比如說我們去常去念一些 什麼像西歐語言啊 或者是像一些英文啊 我們常知道說 某些的一些 letter 後面的話 一定會接一些 固定的Pater 比如說E的話 後面通常有KR 這樣的東西 所以他當時呢 就希望說 我可以透過一個 自動機的一個模型呢 然後去把這樣子的一個 東西給模擬下來 所以呢 他就發展了一個 叫做Markov Chain 的一個東西 那在這個地方時候呢 我們就是 舉了一個 股市的例子 當成一個Markov Chain 的一個例子 從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看到講說 在Markov Chain的話 其實從一個 固形理論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把 所有的一個狀態呢 畫成每個不同的圈圈 然後從每個不同的圈圈呢 轉移到另外一個狀態的時候呢 它會都有一個 機率存在 所以呢 我們就將Markov Chain呢 稱之為 是一個 stochastic process 那所謂的一個 stochastic process呢 其實就是一種 隨機的一個過程 那這種隨機的過程呢 其實可以廣闊應用在 比如說物理 我們去解釋一些 布朗運動 或是股市掌跌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常會用這些 隨機的一些過程 去計算這樣的東西 那這個隨機過程呢 它有兩個個個性呢 第一個 它就說 Memory Less Less 就是說 它並沒有記憶性的 也就是說 當你每個狀態 轉移到另外一個狀態以後呢 它一定不會記得講說 到底當初是 什麼樣的狀態 轉移到這樣的一個狀態 它中間是 並不會有任何的記憶性的 所以說 你每次在一個狀態的時候呢 你只會知道說 上一個狀態是怎麼樣子 然後經由上一個狀態 然後由它的機率分佈 去計算 一用條件機率的話 就計算講說 它到這樣的一個狀態的時候 它的機率是怎樣子 那所以講說 stochastic 這個process呢 它其實是並沒有記憶性的 而且呢 它的不管是在future跟pest 其實每個地方的時候 它等於算是一個 獨立性的事件主在 然後呢 在不同的一個 時間序列下面呢 我們每次的時候講說 你在不管任何 你去觀察到 不管任何的一個序列的時候 它其實都一定是會 去存在說 這三個中的 某一個狀態 那我們去解釋這個圖 比如說我們常常就是用股市來講 股市的話 股市的話通常會分成三種市場 那種叫做 牛市 就是不斷上漲 然後這邊也是熊市 就是不斷下跌 還有就是衰退期 就是大衰退 就是沒有人想要玩 不挑 通常會分成這三種不同的狀態 那其實在某種不同的狀態的時候 比如說牛市的時候 牛市的時候 它也會漲也會跌 只是說它這個地方的時候 可能漲的比跌的多 然後這是它的一個特性 那在熊市的時候呢 可能疊的比長得要多 然後這是它的特性 然後在衰退期的時候 可能漲漲疊疊 但是波段性的波段很大 我們藉由就是觀察過 一系列的歷史事件之後呢 我們可以就是將 就是整個牛市分布跟熊市 還有就是衰退期 我們可以將這些不同的事件 化成一個紀律模型 從這個紀律模型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看到講說 今天從牛市到牛市之間的話 它大概的紀律是九成 所以淹出一個牛市的時候 你做多就對了 因為人家有九成的機會會在 那可是呢 在熊市的時候呢 它有八成的時候 它也不是熊市 所以在牛市跟熊市的話 你會看到講說 大部分的事件 其實都是屬一個連續性的事件 所以等於說我們今天 只要去抓到一個市場說 它只要是牛市或熊市 不管什麼時候進去 進場的話 你只要抓對方向 大部分時間會賺錢 那可是呢 牛市到熊市呢 可能也會變化 比如說這個牛市 原本可能長了很多的時候 可能三一九兩顆子彈 或是什麼東西的時候 突然變成大跌 那大跌就變下來的時候 這個東西它會進去轉換 那在從這個模型之中呢 我們就希望講說 我們是否是可以去抓到 講說 每個不同時期 它的一個不同狀態的變化 這個就是原本Marco圈 它想要去解決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把這個東西呢 就是轉化成一個 數學的一個 一個matrix來說 其實這個地方的話 我會比較少用數學的地方去解釋 我大概是用一些 比較圖像畫的東西去看 那我們其實可以把這樣東西的時候 我們可以畫成一個 幾率一個分布的一個matrix 從這個matrix裡面的話 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如何把這個東西 就是一model成用數量的話去表示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可以講到 剛剛的圖其實可以表示成一種 三種狀態的一個圖像 那這邊可能是 Ball、Bear跟Estation 就是牛市、熊市跟Shypeback 那其實它們到每個地方 不同的轉換的時候 都有不同的一個幾率分布 然後所以在這邊的state的話 就會有Ball、Bear跟Estation 這三種 然後呢 如果說我們今天要去計算 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我們在一個市場中的一個變化 我們想知道一個說 一個牛市到熊市 再到牛市到牛市 再到一個摔退期的話 我們要怎麼去做這樣的一個計算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用 剛剛的這樣一個幾率的一個分布 我們去計算 把它就是化成一個數學式子 在這個model下面的話 你是在 牛市的狀態、熊市的狀態、牛市的狀態、牛市的狀態、牛市中 那個摔退期的狀態 我們可以再把式子就簡化成 一開始是牛市的幾率 然後還有就是熊市被在牛市的條件幾率 這樣的條件幾率不斷劃下 然後最後就可以去得到一個式子 把這個算完出來 然後就是在講說 今天產生這樣一個 sequence 它的幾率是什麼 那這就是我們傳統上在講的一些 Mark of Model 它其實就是有包含一個隨機的過程 從隨機的過程之上 我們可以得到知道 你今天發生這樣的一個事件的時候 它的幾率是這樣子 那後來為什麼有叫做 Hidden Mark of Model呢 這其實就又有一大段的意思 因為你剛說那個Mark of Model 可能是二十世紀初的時候 1922年的時候就有 可是Hidden Mark of Model 其實是很晚期的時候才出現 那一開始的時候呢 其實如果是唸Compute Science的話 應該對這上面這三個名字 可能比較有熟悉的 一個是Romewman、Tune 還有Ruse這幾個人 他們一開始呢 其實也常用一些Deterministic的一些 就是一些事件 就是一個Vitaministic的狀態 去描述一個事情的 去描述一個事情 比如說你今天早上起來以後 起來以後就可能刷牙 刷牙以後就洗臉 洗臉以後不去上班 我們世界上很多的問題 其實大部分都可以 用這樣的一個問題去解決 可是並不是所有的問題 都可以這樣解決 比如說今天早上去刷牙的時候 刷牙的時候發現 牙齒陰流血 那我會出於牙齒陰流血以後 我上班遲到 這樣的一個機率 事件也會發生 所以其實說 事業上的問題 並不是只有線性的發展 它也是一種 帶有一種非線性 跟一個隨機過程的發展 所以他們就利用這些 隨機的過程呢 想去解決這些 事實上的一些問題 那其實最早的這些 Mark of Model呢 其實並不是應用在 這些經濟 或者這些生物上面 其實最早的話 是應用在通訊上面的 那其實真正奠定 這個過程的人 是那個Shenon Shenon 那時候去發表的 主要一篇最重要的一篇論文 就是 那這邊的話 主要是去講一些 在一些通訊上面的一些 比如說 通訊協定 甚至是一些 事實上一些問題的一些 應用的一些 基礎 還有就是 把它奠定成是一個 很有用的解決方式 那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其實後來的時候 Kid and Mark of Model呢 其實又會跳到一個 這樣子 叫做Messima Library 的東西 那其實因為這是一個 隨機過程 所以你解很多東西的時候 都是去解一個 機率的問題 那解機率的問題的話 那一定有 就是有比較 低的機率 跟比較常 常態的一些分數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去解這些問題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就是把機率模型去掏出來 掏出來以後呢 我們希望是去到講說 最可能的一個事件 比如說今天可能會發生的 好幾個事件 比如說你可能上班 上班就刷牙刷牙的系列 這可能是最常發生的一些事件 那有些東西是 比較不可能發生的事件 或者說你今天 在股市裡面的時候 你可能正常的講說 可能台積電60買 然後台積電90就賣 你覺得那是一個 很正常的一個結果 可是可能天常 不知道講說 突然變成說 台積電可能接到28奈米的訂單 然後遷徒大考慮都突破90歲 以後一直長就不回頭了 那這些也是屬於一種 就是很 就是 RAR的一件事件 或者說今天突然發生 股市大蕭條 然後 所有的那個 股市全部崩盤 那這都是屬於一些 一些天鵝的 黑天鵝的事件 那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就要把這些 紀錄給考慮進去 然後就算數講說 在每個地方 最可能的可能性 這樣的地方 OK 那這邊 講完其實 其實又變成好幾個階段 第一個是講到 Macro Model Macro Model 就是講這些 隨機過程的一些模型 那隨機過程的模型 講完以後呢 其實就會跳到 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有很多人去解決 Star-Castion Program以後 會跑出 就是用EM 就是用EM 就是用EM去解決 這些 m-like-who的問題 然後最後呢 之後才會出現 就是 HIDA Macro Model 就是在這個 Macro Model裡面呢 我們知道 有很多的一些 隨機過程 但是呢 我們最希望是去解決 講說 我們今天看到了 一連串的事件發生 比如說 我們今天看一個 股市的掌跌圖 我們知道 它又漲又跌 可能你把每天的掌跌 都會畫出來 可是股市不知道說 你今天這個掌跌 它是屬於牛市熊市 這些東西 你們不知道 或者是說 我今天 就如我的表演講說 我們今天這個 多虎像是一個 賭服的骰子好了 骰子有分兩種 一種是說 正常的骰子 第一點跟第六點 到每一點的話 它其實出現的機率分布 應該都是六分之一 那如果說 你今天可能說 灌籤的話 它可能說 比如說 一的話 那個地方灌籤的話 所以它每次指出來的話 一的機率比較高 那今天如果說 給你一點串 就是 補圖骰的一個數字的話 叫你去猜出 什麼時候它是用是 灌籤的骰子 或者什麼時候用是 正常的骰子 那這些狀態 我們是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只能 藉由說 我們給了一些機率模型 還有就是 我們看到一些事件 去猜出來 講說 到底它現在用的是 哪一個骰子 要去猜 它現在是用哪一個骰子 這個 哪一個骰子的狀態呢 其實這根本就是 Heiden 的 所以 Heiden Marko Model 主要是去解 這種狀態的 Sequence 到底是什麼 那所以呢 我們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是 可以將 Heiden Marko Model 去做更進一步的 一個點推 就是說它會有 基本上會有三種問題 那三種問題的話 第一個是說 是評估問題 就是說 我們今天給的 一連串就是 產生的一些Sequence 然後我們是說 它是經由哪一種的 那個 Heiden Marko Model 去產生出來 就是第一個 Revaluation的問題 那第二個 Decoding問題呢 就是我們待會要講的 Vertity的那個 連算法 就講說 我今天給一連串的 一些Sequence的話 那它現在是 在這個Sequence的 某一個點的時候 它是屬於哪個狀態 這是Decoding的問題 那最後還有一個 是Learning的問題 也就是說 我今天給了你這些 我們要如何去調整 這些Model的一些產屬 然後去將這些 在這個模型下面 所得到這些Sequence的機率 我們要怎麼去把它 最大化 那其實 HM的問題 相當的廣泛 那時間有限 我先講第二個 那順便講 Break-D 也算法的推導 那好 那我們現在就回到講說 我們今天要去解決 Decoding問題的話 我們先下一個位置 叫Unparadise Unparadise的話 就是說 今天的骰子 就像我剛剛講的 有兩個骰子 今天進去賭場的時候 賭場 其實都會 多多少都會去作弊 那有的時候 它為了就是 作弊的時候呢 會將骰子 就是貫牵 貫牵的話就是說 成功骰子的話 抹一個面會比較重 那比較重的時候 其實骰子的時候 得到抹的面的機率 比較高嘛 可是進去賭場的時候 如果說 每次進去都是 6比較高的話 或者是1比較高的話 那是不是 所有的那個玩家 我只要下1 或下6就1了 所以說 賭場呢 而且呢 賭場也不能講說 你今天如果說 我今天被你加班 說我是冠心的骰子 對我的名譽也是有影響 所以說 你今天進去賭場的時候 中間要去 取信於你的時候 一開始的話 就可能拿出兩種骰子 一種是沒有冠心的骰子 一種是有冠心的骰子 一種是有冠心的骰子 可能今天跟你玩的 就是正常的骰子 玩了一整串以後 玩了一連串以後 發現說 你賺錢比較多 他就開始拿出 冠心的骰子 所以呢 如果說我們今天 從我們這些 賭場的記錄呢 我們可以觀察到 一連串的這些點數 比如說 第一點到第六點 分布的話 我們要去採索講說 他什麼時候 用的是正常的骰子 什麼時候是 冠心的骰子 就是這個問題 主要去解決的問題 OK 那我們首先講說 那這兩個骰子 怎麼去分呢 我們現在在這邊 把這個問題做個假設 第一個是正常的骰子 正常的骰子的話 就是每一 就是因為有六點嘛 所以你出現每一面的機率 理論上是相同的嘛 就是說 你不要說 什麼故意這樣出去骰啊 或者說 骰子缺一腳 正常的骰子來講說 每一點出現的機率 應該會相同的 那另外總之說 如果我今天在骰子灌籤的話 骰子灌籤的話 那骰子灌籤的話 就抹面比較重 那如果抹面比較重 那如果抹面比較重的話 那它是指出那一點的機率 就比較高 所以我們就這邊 就假設講說 我們在六這個這一面呢 我們把它是灌比較多的籤 所以說 你現在在骰子這個骰子的時候 有五 有二分級的機會 會骰到六這一點 那像看到這樣的問題以後 我們把這個東西 塞入給數學化 數學化的話 就講說 我們把這個東西先 拆成兩個東西去裝 去分 那首先是先將 就是公平的骰子 跟不公平的骰子 我們就拆成兩種 不同的狀態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用F跟L去代表 那F就代表Fair 就是公平的骰子 L就代表Loading 就代表說 有冠線的骰子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會去畫出一個 Transition Matrix 這個地方是我們說假設的 或者說你從就是 賭場這一連串的那個 點數的時候 你觀察到的結果 就是說 他今天如果是使用公平的骰子 他下次再使用公平的骰子的話 幾率是0.95 他如果是公平的骰子 然後今天換成貫籤的骰子的時候 他幾率是0.15 反而過來的話 比如說今天是貫籤骰子 他換到公平的骰子是0.1 那如果是貫籤骰子 換到貫籤的骰子是0.9 代表這個賭場的這個裝家 他其實在做這些賭博的時候 他很有關係的 一旦用了一個骰子就很少換 那我們這地方的話 又把這個東西叫做 Emitry Matrix Emitry大概可以解釋成叫做 激發 因為其實他也算是一種 就是不同點的一種 應該說snap shot 那可能這邊用 Transition之類的關係 要做Emitry 也就是說我今天把這個地方 就是我今天是一個公平的骰子 我們一點出現的機率是6分之1 這應該是面臨問題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是貫籤的話 六出現的機率是2分之1 百分之50 所以剩下的話 就是平均除以5 所以大概平均機率大概是10分之1 所以簡單問題的描述的話 就變成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那這地方呢 我們就要去用 Vertibility的一個 algorithm 去解這樣一個問題 那Vertibility algorithm的話 基本它們兩個的科型 第一個的話 它是一個Dynamic Programming的一個algorithm 也就是說 它去再去做這個sysl 就是這些機率計算的時候呢 它其實會有去 很有就是說 每一個地方的時候 一個狀態 叫Pervibility就會成下來 然後最後再一 就是有可能這些Pervibility 決定就是optimized的一個epad 然後呢 它這邊的話就講說 它其實就是去找出 最可能的這些hidden state的這些sequence 我們就把它叫做Vertibility的一個cap 比如說 也就是說 骰子在上面骰的時候 可能是654321這樣子 而下面它有一個 相對於一個狀態的一個sequence 就是說它這個654321相對於的是 公平的骰子 還是作弊的骰子 所以呢 我們把剛剛的問題呢 在更加的一個 圖像化之內 那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就表示說 我們怎麼去把東西 做Malto成的固形的狀態 那這個地方我們要看 第一個看到的時候 就是一開始 一開始的話 裝家怎麼要選擇骰子 他是要選擇公平的 還是選擇就是有貫線的 我們給這個機率分布是0.5-0.5 就是說它今天可能不知道 就放在那邊隨便選擇2分之1 然後我們剛剛講說 公平到公平是0.95 它發布就0.05 然後多次貫線的話 就是自己到這裡邊9 放到fair的話是0.1 它這個狀態就給劃出來 然後其實呢 每個地方到它那個 emission的state的時候 這邊就是fair 到123456 就各6分之1 dolby的話 到6這個點的話 是2分之1 它其他都是10分之1 就是這個子彈用固形 就可以把所有的狀態 其實稍微表示出來 所以呢 我們就現在講說 那我們今天有看到 這一連串的一個世界 我們今天只知道說 這個模型 還有就是說 我們就看到6641532 這樣一個點數 不斷的一個似乎下去 我們要怎麼去知道說 它目前的狀態在什麼地方 所以我們這樣去用這個 algorithm解這樣一個問題 那所以我們先說 從一開始呢 到state1的時候呢 一開始它選擇哪一個骰子 這個東西的話 是隨機的嘛 所以是個人的嘛 然後今天講說 我們今天在這上面 是觀察到6這樣的一個事件 那今天如果說 我們觀察到6這樣的一個事件的時候 它如果是貫籤的骰子的話 它出現的幾率是 呃 0點 是出現 就是出現 二分之一嘛 對 對 二分之一這個地方 所以是 屬於1 但是 它今天 對 出現是0.5 所以這邊是0.25 然後這邊的話是0.5的話 然後 它這邊的話出現6的幾率 它是 0.167 所以這邊的話會分別去跨出 它們兩個不同 在第一個狀態的時候 它們的那個幾率是裹上的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從第一步呢 然後轉到第二步裡面去 那第一步到第二步的時候呢 我們這地方會知道講說 我們剛從前面這個狀態 到這個狀態的時候 這個狀態的時候 它的幾率是0.0835 它的幾率是0.1 然後從這地方的時候 我們會去推倒講說 它從這一步呢 然後看到下一步 如果說要出現的幾率是6的話 它的一些可能的一些 狀態的一個pap是什麼 那我們這地方的話 算出一個pap的話 就是說 從這個pair的話 它到 如果通常是到pair的一個dice的話 那我們這個幾率的話 是就這樣分布的說 在這個地方 你所記錄的一個 狀態的一個pability 程度上就是 你f轉到f的話 我們剛才知道 是0.95的這個狀態轉移幾率 是1.95 然後程度上講說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pairdice 你指出6的幾率是多少 所以這三個指出來後 它算出來就是0.013 這樣的一個數字 那同樣的話 你今天是從一個pairdice的話 你今天轉到一個pairdice的話 你今天轉到一個pairdice的話 就是換線的一個骰子的話 你的幾率分布也是這樣算 就是說 我從一個pairdice的pairdice 然後程度上就是pairdice的公改 所以它簡單的式子就是從比較舊的一個State 然後從舊State換到新的State 然後以及就是從新的State 我們看到Ryu的這個機率 就是我們看到Observer的一個東西的機率 我們把它分析起來 會得到講說 它連走不同的PAP的機率是這樣子 然後從這個機率以後呢 我們選出就是機率值最高的 所以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其實會產生 就變成已經是兩個PAP 就是說它可能到Fair以後 它Fair到Fair的機率是最高的 然後今天如果是到那個冠線State的話 冠線State到冠線State的機率是最高的 然後接下來呢 就這樣子不斷的推導 我們每個階段十號 第三步的十號 我其實就從第二步的機率 然後開始去計算 我就一定不管新的東西 然後從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算出一個 不同一個分配的一個機率 算出來以後呢 我們也許就是說 你在每一條裡面的話 你最大的值是多少 比如說它是0.02 你這邊是0.062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 就知道講說 其實今天的話 它這個地方 畫畫出來畫畫 可能會有兩種不同的PAP 一種就是說 它一開始就是Fair Fair 或者這樣就是說 它是冠線State 冠線State 冠線State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像說 講說 這邊的機率分布的話 這邊的機率只要是0.02 這邊的機率 比這條PAP的機率 比較高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的 State sequence的話 就是說 它今天只說 三個Sight 可能就是Fair 那可是這東西的話 會有一個 稍微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我看的次數比較少 比如說我今天不看到第三步 我今天只看兩步的話